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前从前有一个地方有一位少年和一位少女 少年十八岁 少女十六岁 少年并不怎么英俊 少女也不怎么漂亮 是任何地方都有的孤独而平凡的少年和少女 不过他们都坚决地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某一个地方 一定有一位百分之百跟自己相配的少女和少年 有一天两个人在街角偶然遇见了 好奇怪哦 我一直都在找你 也许你不会相信 不过你对我来说 正是百分之百的女孩呢 少女对少年说 你对我来说 才正是百分之百的男孩呢 一切的一切都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 简直像在做梦 两个人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下 好像有永远谈不完的话 一直谈下去 两个人再也不孤独了 追求百分之百的对象 被百分之百的对象追求 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啊 可是两个人的心里 却闪现了一点点的疑虑 就那么一点点 梦想就这么简单地实现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谈话忽然中断的时候 少年这么说道 让我们再试一次看看 如果我们两个真的是 百分之百的情侣的话 将来一定还会在某个地方相遇的 而且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 如果互相还是觉得 对方是对方的百分之百的话 那我们就马上结婚 你看看怎么样 好啊 少女说 于是两个人就分手了 其实说真的 实在没有任何需要考验的地方 因为他们是名副其实百分之百的情侣 而且命运的波折 是注定要捉弄有情人的 有一年的冬天 两个人都得了那一年流行的 恶性流行性感冒 好几个星期都一直待在 生死边缘挣扎的结果 往日的记忆已经完全丧失 当他们在醒过来的时候 他们的脑子里 已经像是少年时代的 D.H.劳伦斯的钱筒一样 空空如也 不过因为两个人都是聪明 而有耐性的少年和少女 因此 努力在努力的结果 总算又获得了新的知识和感情 并且顺利地重回社会 他们也能好好的搭地下铁 换车 也能到邮局去发现实专送 而且经历了75%的恋爱或85%的恋爱 就这样少年长成了32岁 少女也有30岁了 时光以惊人的速度流逝而过 于是在一个四月的晴朗早晨 少年为了喝一杯 Morning Service的咖啡 而在圆树的一条巷子里 由西向东走去 少女则为了去买 寄现实性的邮票 而在同一条巷子里 由东向西走去 两个人在巷子的正中央插肩而过 失去了记忆的微弱之光 瞬间在两人心中一闪 她对我来说 正是百分之百的女孩 她对我而言 真是百分之百的男孩 可是她们的记忆之光 实在太微弱了 她们的声音 也不再像14年前那么的清澈 两个人一语不发地擦肩而过 就这样消失到人群里去了 你不觉得很悲哀吗 我真应该这样向她开口表白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